大家好,我是愛語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明朝紀文任務推演的邊界 我們打開小地就來到黑函地下 地下這個收容所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右前方這裡有一個門 我們進入這個門 進門之後我們貼了右側上樓梯往上走 然後依然是貼了右側往前走 然後在這個前方門這裡會有一個NBC 然後我們先跟他對話 我們先對話然後左三角跳過 然後我們就可以進入旁邊的房間 秀里奇進來之後前方我們等一段 我們觸碰一下我們等一下 當這個對話結束 我們還得看一下 好 然後前方傳送門開了 我們進一下傳送門 然後進來之後 我們再回頭再回來 回來之後我們走到前方的這個門旁邊 我們先對下位置 回來之後我們再回頭 回頭我們第一張桌子 這裡提升了呢 我們左前方的這個 左側的這個先給他關閉 然後我們繼續 我們再左三角跳過 然後在他斜對個 同一張桌子斜對個這一個 我們也給他關閉 好關閉完之後我們看第二張桌子 同樣的這個左側的這個關閉 然後他的斜對個也給他關閉 然後左三角跳過 然後我們再關一次 左三角跳過 然後再關一次 左三角跳過 然後再關一次 左三角跳過 我們先把這個寶箱拿到手之後 在前方金色門的右側 就在他的右側 有一個小的普通寶箱 我們把這個寶箱打開 打開寶箱之後 我們再進入金色的門 進門之後 在我們的左側這裡 又是一個普通寶箱 然後接著我們往前 走到前方的門這裡 這裡又是一個紫色的寶箱 我們把這個高椅打開 就提升了 然後跟BC對話 鎖上角跳過 然後任務完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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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